大盘持续稳定向上垫高 今天虽然只有小涨一点 但盘面上却有1050加股票正在上涨 也就是说有超过六成以上的股票 都正在涨 那只是代表说什么 大型股休息 中小型类股却接棒演出 类股还在健康轮动 多头格局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的金利科今天 又再供一根涨停了 超过五根涨停板了 还有我们上周撰报送给大家的 打底完成的好股票 双红 台光电 台药 今天也是全面喷出 那盘面上还有哪些即将打底完成 准备要再创新高的股票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标准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关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靠超盘策略 靠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今天台股虽然说只有小涨1.5点 但旁边上却有1050加股票 正在上涨 而且量能没有失控 再去看一下大型股 红海QK 台积电休息 很多大型股今天都在休息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很多上涨的股票 大型股在休息 那代表说资金绕出去以后 又去点火中小型类股 那类股它是健康轮动 大型股涨完换中小型股涨 中小型股涨完又会回到哪里 大型股健康的轮动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多头格局它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波指数啊 谁说的最准 我想啊 没有人 全台湾没有人比我更准了 我从11月3号 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说台股就是一个V型反转 V型反转的大行情 我那时候讲啊 没有人相信 大家都觉得 老师我再看看吧 为什么 因为之前被玩得太多次了 你会发现啊 前一波啊 在这个11月3号之前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台股是一个区间震荡 要死不活 什么意思 就是区间震荡台 你要来回来回的操作 跌下来再去买 涨上去 你要赶快怎样 获利了解 到11月3号 我说 11月3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 没有没有没有区间震荡盘了 未来就是大多头 V型反转 你看我讲了快要两个月 我讲了快要两个月的什么 区间震荡 这期间的每一个老师都跟你讲 多多多 跌下来多 涨起来也是多 那涨上去就跟你讲说 你看吧 那我们呢 我们没有 区间震荡我就跟你讲区间震荡 大多头我就跟你讲大多头 因为你一定要了解 指数现在是什么盘式 如果是区间震荡 就有区间震荡的做法 大多头就有大多头的做法 这两种你一定要分清楚 你如果分不清楚的话 你在这个股票市场上 你要赚钱 难哪 真的很难 所以你看证明 11月3号 V型反转 我那时候率先讲出来 全台湾只有我在讲 V型反转 V型反转 每一个人只会跟你讲说 行情后续看好 不然就跟你讲说 美国因为不升息了 后续就是看好 那只有我 直接了当的跟大家分享说 这就是一个大多头 那个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说什么 我说你如果要看电影的话 赌神 赌神师傅不是说过了 拿AK不赌是棒锤 如果行情大好你还不说他 那干脆别投资了 坦白说这不要投资了 因为行情这么好你都不敢进场的话 到时候等到行情跌下 你想低阶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那时候很有可能是反转急剧反转向下 那很多人不相信说这一拨是V转 我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前面这一波被玩得太凶了 这一波要死不活被玩得太凶了 后来呢 真的我在11月3号在这一根 这一根 不好意思 这一根我跟大家分享 V型反转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V反转 V型反转 没人相信 因为这一波玩得太多次了 很多老师你看 这边讲起来多多你看要突破了 结果跌下来 这边又多多突破了 结果跌下来 我那时候都没有跟他这样分享 我那时候都说 我长起来要小心 我说长起来要获利了解 因为不同的 不同的行情 不同的盘式 你要不同的操作方法 这叫做什么 区间盘 区间盘好吗 区间我用写的 区间盘 那这边呢 叫做什么 多头盘 不同的操作方式 多头你就是要持续的给他追下去 那当然我知道 以现在这行情 台股短线已经涨幅超过了 1200点 要再请大家去追的话 大家一定会怀疑 老师 还会涨吗 还会涨吗 我告诉大家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分享 瑞士本票嘛 我随时攜带的 随时攜带 你看我多用心啊 我还做的一模一样 多用心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现在还是大多头 哪一天如果不是大多头的话 我就 把他丢掉 我就把他丢掉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好那所以呢 现在还是多头行情 那你不要说老师 你总是要跟我讲 为什么 其实我也 讲得很清楚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那时候 在10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 年底 是投心作帐 还有集团作帐的一个忘记 再加上呢 选举行情 政府基金会进场护盘 只要有跌 政府基金就会护盘 对 投信 集团 还有什么 选举行情 那时候我说 那个美国是绝对不会升息的 那既然不会升息的话 外资一定会买回来 你可以提前进场 等外资进来跟你抬轿 结果呢 我上个星期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外资回来了 外资回来了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完全印证嘛 政府基金 集团 外资 投信 全部归位了 那剩谁没回来 剩下这一个 看起来最小伪 看起来最小伪 但是 其实影响波动 是最大的那一位 他谁 散户啊 就等散户了 你不要等到散户都回来了 大师兄 二师弟 全部都归位的时候 连散户都回来了 你在进场 谁帮你抬轿 你觉得政府会帮你抬轿 你觉得集团会帮你抬轿 你觉得外资投信 还是某个散户 散户都买完了 他等着你要帮他抬轿 他等着你把他推上去 但是 我告诉大家 当散户都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资金动能把指数在往上推上去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 最后一次机会 真的最后一次 因为我已经从11月3号 讲说哈 讲那个说哈 讲说哈 讲了好久了 说到我的导播都跟我讲说 老师 你已经说过了 我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已经说过了 但是说了不能再说吗 我只想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一个大多头 你看散户 还没有回来 从11月3号开始 没有什么增加啦 那如果你要去看实际上的数字的话 11月3号在这边 2239亿 到11月7号 11月17号 有没有 2306亿这中间只有增加多少 这中间增加了66.58亿而已 66.58亿耶 散户还没回来 散户还在心惊胆跳 非常的害怕 就等什么 就等散户归位了 等散户归位呢 这一波行情才有可能会结束 所以你不要等到 当所有资金都回来的时候 你跟着散户一起进场 我告诉大家 没有人会帮你抬降 没有人可以帮你的股票 在往上推 那个时候 套牢的机会 很大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随时了解 盘是最新的状况 你一定要加我们LINE 至少先加一下吧 好我们LINE是 小鼠GD1788 你直接新增好友那边打 小鼠GD1788 记得是新增好友不是现有好友 新增好友 因为我是新的嘛 那你现有好友 我还不在你的心中 所以呢 你会找不到 因为我最近碰过太多的粉丝朋友这个问题 老师我怎么都找不到你的LINE啊 因为你是在用旧朋友那边搜寻 你要用新增新增的好友 那或者你不要搞得那么 觉得太难了 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会看到我的LINE 好看我的LINE有什么好处 我每个星期都有看周报 我觉得好累哦 这星期帮了好多新加入的会员持股诊断 好多时间忙死 然后呢还要写周报 周末几乎又都在工作了 好那可以看一下 家伟的LINE之后这边 你要看周报的话 我们这边都写在这边 日报周报这边 这边有功能键 日报周报都在这边 你给它按下去 10月9号撰报出来啰 撰报出来啰 你就直接可以看到 那你看一下撰报的部分 我们直接看大画面比较清楚 大画面的部分 你看我撰报的部分 把国际重要的资讯 先跟大家分享了 然后再回到台股大盘 如果你这些都不想看 你一定要看最后面 最后面我这边有写 高档没有报大量 高档要报大量融资于而突然大增 才代表散户进场 散户进场才有可能 这个行情结束了 那所以我直接跟大家分享 未来三五天之内都有机会再创新高 V型反转的大行情还没结束 那你要选什么股票 股票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说你开个进场我再来买 没有我也是跟大家分享 我毫不偿失的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我第一个 我先跟大家讲说观光类股 观光类股啊 受政策的影响太大 我上星期也跟大家分享 我不建议去追高 就今天去追观光类股 或者应该不是说今天 今天应该没有人敢追 上星期五去追观光类股的 哇 今天你看跌停 云品跌7% 观光类股都跌5% 6%以上 为什么 因为观光类股受政策影响太大了啦 一下蓝白和 蓝白和就喷 蓝白一下不和就跌 那你看这个状况我在周报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今天才在跟大家分享 观光受政治影响太大 上周蓝白喷出 那昨天又变成蓝白拖 明天状况可能又不好了 明天我星期天写的 明天是星期几 就是今天啦星期一 没错吧 再次应证了 我们就是专业 我们就是专业啊 好 再呢 我在那边讲观光类股不要追高 那我没有跟大家讲 什么肯定买 什么肯定买 我说 我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 观光能 AI为什么不能 观光能 AI为什么不能 因为你有发现观光类股起死回升好几次 大跌大涨大跌大涨大跌大涨好几次了 那这一波以伪创为例 伪创到现在还没有喷出还在 还在低档躺平 那如果说观光类股都能向上冲 你说AI类股 不会冲吗 我觉得AI类股就是有机会 你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认为AI类股应该会跟观光类股一样 大跌一波之后 然后呢震荡在这边打底 打底完成之后 它还是会喷出 终究还是会喷出 我那时候就 我记得是在10月吧 10月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 AI类股未来的走向应该是 震荡打底之后 就像这边区间震荡 打底完之后它就会喷出 好所以我在周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 AI相关的股票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对AI都不敢讲了啦 都觉得AI就是弱 AI就是烂 AI就是牛 AI没有救了 那你看一下我就敢讲AI 就是我讲的 伺服器广达敢敢讲敢啊 技嘉伟创敢敢讲敢啊 今天是不是全部收红 在散热模组厂 双红立志见准 哪一档没涨双红 双红 好双红今天大涨吧 有没有大涨7% 周报跟大家写的 周报写的 有没有双红 好立志见准 散热嘛立志 来有没有大涨5% 有没有今天早上还有机会买哦 今天早上还有机会买哦 今天早上还有机会买哦 大家看到没有今天早上 赚报写完今天早上一进场买 今天都赚钱 一买金就赚钱 不是很开心吗 见准也是一样啊 见准 见准是不是也收红 在呢 我说铜箔基板你可以看什么 台药台光电 台药台光电台药 台药有没有涨 涨6%台光电呢 台光电也是大涨 大涨了一度是大涨超过6% 那最后跌不是跌 最后只有涨5.39 只有涨5.39 只有吗 涨很多了好不好 好所以你会发现 我周报写的股票 我只有分享这些 大概九成都赚钱了 大概九成你 你刚刚蒙着眼睛 你要输钱真的太难了 所以这一波来讲 行情真的很好 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 赚钱没有那么难 而且我们很多很多的会员朋友 已经赚百万了 我那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 我说你看 违影赚百万了嘛 四星 违影四星加起来 从11月3号压的 就已经赚百万了 来这个也是嘛 11月3号 附近进场的话 是不是违影四星 全部都赚 都超过百万了 好那当然呢 超过百万之后 我们要的目标是什么 新加入的会员 新的人 新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 也能赚超过一百万 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相信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重点就是什么 选什么股票 好既然选什么股票的话 我刚周报跟大家讲说 我认为光光能 AI为什么不能 我会回到 AI相关股票 我觉得AI类股是很有机会的 好所以你看一下伪创的部分 伪创这一波我认为 我今天下午去 那个东森录影 我跟大家讲伪创要留意 哇那主持人 来宾都全部跟我讲说 你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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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伪创 伪创 买了伪创会身心受创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越是这样跟我讲 我认为伪创越有机会 因为什么 大家都不敢买了 散户都吓死了 都不敢买了 那 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那至于什么才是好买点 我告诉大家 伪创呢 全国啊 全国啦 我真讲真的 全国只有我 选的点位最准 没别人了 真的你找不到其他人了 以伪创来讲 第一波我这边高点 这边高点卖掉 为什么 我说过啦 KD指标到高档啊 几天如果都不创新高 KD指标进入超卖区 三五天没有再创新高 你就是顿化 顿化你就可能要卖出 有没有 高档 顿化卖出果然往下跌 那我在这边又进场去接回来 我这边又买回来 这边买回来以后 来我这边又后悔了 为什么 我这边为什么后悔 同样的理由啊 你看我买进的理由是一样的哦 我买进的理由就是 KD指标进入超卖区三二十 三五天没有 三五天没有再破新低 就是进场机会 来这边 KD指标是不是在这边 三五天没有创新低 就是进场机会 所以我在这边买 那我卖出的讯号呢 一样 顿化进入超卖区 三五天没有再创新高 就要卖出 所以你看 这边涨起来 涨不起来 三五天都没有创新高 所以我这边又把它卖出 卖出之后呢 它果然又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我发现 诶 它也没有一直往下跌 那KD指标又回到了相对低点 这么多天没有再创新低 所以我又在这一根又买回来 再93块 够准吧 够准吧 又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 它果然向上涨 涨到今天 我都没出掉 你看我这一口 不是这一口 这一笔多单 伪创的多端 放到今天全部都赚钱 没有错吧 所以你要买AI 你不找我找谁啊 再加上呢 我说过 伪创是比较弱一点点 那我前一阵子持运看好是哪一档 违影 违影有没有维持在1800块之上 稳稳的 稳稳的一直维持在1800块之上 那所以你看这一波 AI的股票包含四星 我们也一直报劳 赚到今天 刚刚有很多会员都可以作证 那所以呢在8月的时候 8月的时候 哇很多人AI过 就说到老怎么办 到老怎么办 只有我 只有我能写出解法 区间震荡来回操作 你看一下我伪创 这边 伪创我是不是区间震荡来回操作 只有我 Only me 来我来回操作的证据呢 来看一下啊 来10月4号105卖出 那时候跟大家讲 你看卖出之后就一路往下跌 选对了吧 这边有没有卖出 然后一路的往下跌 然后呢再来看到10月23号 我又市价进场买进 有没有 10月23号尾创93元市价进场买进 买完之后隔几天 我说 我认为就算了 少就赚一点点 为了会员朋友的安全 我怕再往下跌的话 我们有更好的进场机会 更低的进场机会 为什么有钱不赚 有钱先赚资金放到我这边 资金拿回来 我随时要出去子弹 就有子弹可以打 不要真的啊 真的跌下来的时候跌很深了 然后成本很低了 然后想要买 又没钱买 没有资金可以买 子弹用尽了 那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应该是投资界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投资界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当你发现 股价已经到低点了 然后你却没有资金可以买 那才是投资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看所以我先出了 出了以后呢没多久 没多久11月7号 我认为没问题了 又买回来93.3 没问题了 那放到今天 11月7号 11月7号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进场是不是都赚钱 只有我 只有我好不好 好所以呢 你要知道伪创广达技嘉 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买点 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影片 还有我们的LINE 我们的影片部分啊 来我们LINE再讲一次 小老鼠GD1788 你可以直接打开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影片的部分 你看 每天整理那么多资料 还要想梗 大师兄二师弟 难道 难道我不能直接跟大家分享说 散户就是还没进场嘛 散户就是还没进场啊 当然呢 行情还没结束吗 这样太直接 大家很闷啊 你看我们就想了那么多 可能让大家 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点 然后比较能听下去 而且能加深印象 让你知道说 因为现在大师兄二师弟 三师弟 全部都回归 只剩下六师弟 散户还没回归 不要等到全部回归的时候 再进场 你看我们想那么多东西 难道还不值得你支持吗 好心的大爷啊 好 所以 还没叫我YouTube的 还没订阅的 还没有分享出去的 赶快给他订阅 按赞分享一下 那我们订阅按赞分享之后 你有想要其他资料部分 记得 有没有 我们像我们这高 高值利率打底股 因为我知道这一波啊 指数一下涨1200点 很多人都不敢买股票 那其实有很多 正在底部 准备要向上的股票 其实还是可以买的 指数涨起来 你不用追高 你不用追高 你可以去买低的 打底完成的股票 那我知道大家很害怕 所以我特别找了 高值利率加打底的股票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有这些股票发展新项啊 那还有什么 比如说像志冠啊 我今天再开一个 志冠的部分 如果说你提早一点 拿到我们这些的资料 在这边 这边你早点拿到的话 不就是涨上去报的本 好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一档 高值利率打底股的 7档股票有哪7档 你想知道的 记得 帮我的Youtube订阅一下 订阅之后呢 再加我的LINE 回复我 高利178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了 好 再来的部分啊 我认为 今天我想送大家一首歌 什么歌 哇 很简单啊 三分天主定 七分口打拼 爱拼 吃亚云 抖音抖音有没有够好 证明我歌声还是不错的 好 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 三分天主定 三分天注定 是投资的行情 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人为能控制的 对吧 行情好 当然要 想尽爸爸赚到最多 行情不好就要防守 慢慢赚 对不对 那既然这三分天注定 已经天注定是大多头了 你还要不敢进场 你那7分 你那7分你还要不敢进场吗 明明就是好赚的时刻 你却要被 10月份 11月份 8月份 有没有 9月份的行情下跌 给吓到 吓到不敢买股票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敢买股票 你更要勇敢进场 我说过了 现在散户都还不敢进场 六四地还没回归 散户不敢进场代表什么 大家都很担心很害怕 你想要在这个投资市场上赚钱 一定要与众不同 所以巴菲特才说 别人恐惧 我就要贪婪 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在恐惧 大家都要恐惧的时候 你就更要贪婪 大家更贪婪 但是我知道 我说好可怕 涨了1200点 我告诉大家 涨1200点还是有很多股票 要从低档准备要向上喷出 真的 因为我又跟大家分享说 你会害怕的话 没关系啊 买底部的股票 从底部进场 不赢 也难啊 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那时候 也是要送大家资料 我送大家资料 你看一下 利台 申华科 光盛 泰福 金利科 华泰 我们买哪一档 我们就是买金利科 我们只有only金利科 我们金利科 你看一下我们进场 进场之后马上 这一个跟进场 进场之后马上涨停 涨停完之后 哇真的涨不停 第二根涨停 涨停完再创新高 我知道很多老师 你会发现 我跟其他老师哪一不一样 很多老师呢 涨停 先出一半 再涨停再出一半 剩一张 剩什么 剩三层留一张 然后就一直抱着一直抱着 因为反正都没差啦 可是会员根本就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一张都不卖 那奇迹就一直来 一直来啊 一直涨不停 你看到11月16号大涨 55% 55%了 11月17号65% 哇全国最战的只有我啦 好不好 现在大家进来讲金利科的全部都在秤啦 全部都在秤啦 最早跟大家分享 每天一路不断跟大家分享的 只有谁 就只有我嘛 几根涨停完 一根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哦 有到恐怖耶 堪称 堪称这两个月最强的股票就在谁家 就在我们家85% 85%了 过强吧 买在这边 涨停涨停 创高震荡一下 又再创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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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也证明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什么 我说啊 什么时候是卖股票 因为很多人啊 会买不会卖啊 你知道吗 会买不会卖 所以你看我特别讲 什么时候是卖 当KT指标进入超卖区 三五天之内 没有再创新高 没有创新高的时候 就是卖出我们来看经历科 也没有三五天之内持续的创新高 从我们进场开始 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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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没创新高 第二天 只有第二天就创新高 你何必担心这一天的小小黑 创新高完之后呢 再来哦 再创新高 创新高 创新高 好一天没创新高 两天没创新高 第三天又创新高 今天又才创新高 总共大涨了85% 你说凶不凶不 有没有较劲 11月2号 11月2号 金历科120块较劲 120块较劲 到今天全数赚钱 全数赚钱 有没有看到 全赚 够强吧 而且呢 我在涨停板的时候 别人都在叫 叫出 只有我最笨 只有我最傻 我跟会员讲说什么 务必报牢牢 恭喜赚掌停 然后呢 再来 一样 今天我也一样 不是今天 11月6号 我持续跟大家分享 务必续报再次恭喜 大赚两根掌停板 85% 有没有够漂亮 够漂亮吧 好 所以你看 金历科 金历科大涨85% 我们是不是从底部进场 底部是不是在这边 震荡打底完成进场 我没有叫大家追高 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一张都没有亲文会员去追高 而且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全部续报重压 大涨大赚 这就是啊 你为什么在大行情的时候 要跟着我 因为其他老师啊 他们 很小 我也不能说不好 也许是他们看不懂行情 他们不知道 好的股票 会涨的股票 不能乱出 好像只有我知道 他们呢 只会赚个10% 20% 而我呢 我就希望 我的会员朋友 不要只赚10% 20% 我们的目标是50% 60% 100% 我记得上一波 在七八月的时候 那个AI股很热的时候也是一样 大概只有我 全国的绩效是最好的 你会发现 我们那时候啊 13天48根掌停板 13天有出现48根掌停板 如果有词讯看我节目就知道 我不是每天 都在讲掌停板股票的老师 我是真的有掌停 才跟你讲掌停 对吧 你看一下我们那时候最高报酬 101% 第二名叫做94% 第三名叫做82% 有没有 我的前三名 是别人的什么 遥不可及 我的 放牛班 是别人的前三名 你就知道行情好的时候 你要找谁 只有我才能帮你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一波来讲 我们一样 我们坚持就是 不要让我们的会员去追高 我们就从底部进场 经历一科是这样 那再来呢 还有什么 你看我一档一档不追高的跟你分享 王牌投手 不追高嘛 区间 打底完成 建议进场 他是哪一档 开牌过了 洋鸡工程 我们那时候是讲在哪里 讲在这边 讲在这边 进场之后 我们震荡不追高 现在全部都涨起来了 全部涨起来了 人不追高 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全部重压布局 洋鸡工程 大赚 对不对 基本面有没有跟你分享 持续创高嘛 营收持续创高 美股盈余 稳定 再来呢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最强 最强高价的股是哪一档 打开来一看 哇 智邦 智邦呢 我在 东森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 10月3号 我说 这边 这边 KDD就是最好的买点 这边 这边就是最好的买点 买进之后 你就看他一路向上的狂奔 震荡你也不用怕了 今天是不是又在手稿了 再来还有哪一档 还有什么 每天讲啦 讲到我们 小黄嘛 小黄啊 小黄是哪一档 艾浦啊 艾浦有没有 低档布局 打底 这边就是一个什么 这边就是一个底部形态啊 这底部形态 我们就持续不断的加码进场之后 涨停 涨停完之后 持续向上 创新高 你看一档一档 一档一档不断的创高 那创高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底部进场 高档震荡 要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 你投资股票要这么累吗 每天进进出出的 你看时间收黑有担心吗 我今天有没有请我们会员进场 营收 莫利都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较劲 艾浦较劲 艾浦较劲 一直较劲 一直较劲 好 那我想啊 这样讲啊 大家还是 没有那个临场感 来 看一下我较劲的一个 那个 讯息画面 LINE LINE 来 来 资亿 银帮 换爱浦 资亿银帮 换爱浦 有没有 现在吗 现在吗 好赶快换 4224张 422.5 5张 总共买了5张 422.5 今天震荡又如何 全部都赚钱 从底部进场 根本不用担心 最好的股票 你根本就从底部进场就好了 再来呢 你会发现 我们一样不追高 我们继续从底部进场 一档接着一档都涨起来了 所以跟着Julie老师买就 真的很安心 你看一下小灰 小灰呢 我们也开牌过了 小灰是哪一档 小灰 安泰克 是不是 区间震荡进场 区间震荡进场 他没有涨 没关系 我更开心 为什么 他在这边区间震荡的时候 我就可以带我的会员怎样 一路 一买 二买 三买 再买 一路买上去 来 对不起不是买上去 买到他喷为止 因为我就是看好他 因为 我们就是了解 安泰克 不管是他背后的筹码 不管是他的产业 他的基本面 我都跟大家解的一清二楚了 对吧 双11 那时候双11收回股 双11就跟大家讲 双11到今天也不过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你看 现在 持续向上不断的电高 会员都大赚 来营收是稳定向上电高 每股赢与油亏转赢通常是最飙的 来有没有较劲 10月24号安泰克49 10月26号安泰克 不要超过52 市价进场 市价 因为为什么写52 因为我很担心 以下市价 我的会员朋友追高 我就是不希望我的会员有冒险 你知道吗 好 所以呢 你看 11月3号继续买 11月3号继续买50.2 11月13号继续买 一直买 一直买 买到今天 都有所成的 都有所成的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安泰克是多少钱 今天安泰克 来55块 收盘是收55块 我们来 验证一下 我们会员获利的奇迹 不要说我买进的奇迹 获利的奇迹 来这边 第一个 这不同会员嘛 安泰克35张 at 50.2 35张 35张 一张 现在是55块 也就是大概赚5块 赚5块的话 35张是不是算是中压了 算中压了吧 好 赚多少钱 17万 17.5 5万 够不够多 有没有 有没有开心 你看我的会员有没有开心 老师 是客家人 我也是 客家人当然挺客家人 有没有 17.5万 再安泰克 你要验证奇迹 这更多 60张 60张 没想到一番红就这么强 老师没想到一番红就这么强 我们的股票就这样震荡 我就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我就是等他喷 我就是要在你 不是在你 是在喷之前让我的会员买好 买满 来买好买满 成本多少 60张 49.6 我让你50块好不好 50块成本 60张 60张 现在一张赚5块 对不起不是一张赚 对一张赚5块 一张赚5块的话 60张赚多少 30万 这个会员 赚超过30万 60张赚超过30万 再来 还有 来目前库存有 安泰克 35张 at 平均成本 50.02 35张这样赚多少钱 又是17.5万 有没有大概从一个时间一直不断的加码 一直加码加码再加码 硬证了吧 再看一次 35张 50块 17.5万 60张 49.69 我用50块去算好了 50块去算也要 不要方便 这样子 这样多少获利 30万 有没有 30万 你有没有在股票市场上赚那么多钱过 没有吗 没有还不跟上脚步吗 好 那你又说老师 这都涨起来了 涨起来了还可以买吗 我当然不会建议我的会员朋友 新加入的会员朋友 又去买那些我们已经布局很久 已经喷出的股票 我当然要找新的啦 有没有新的 来 有没有新的 我在1月16号的时候有特别跟大家讲 立志 那时候我们就其实就开始布局了 立志有没有看到大涨 有看到大涨吗 没有耶 你会发现我跟其他老师哪里不一样 别人老师都是跟你讲涨停 而我呢 从没有涨停 带你到 涨停 带你到 喷出 立志 有没有 立志今天是不是涨起来了 我们讲的时候都没有涨 我们讲的时候都没有涨 来 再来 每月营收有没有创高 每股营域有没有很漂亮 有没有较劲 立志 11月15号 立志148块 148块买进今天多少钱啊 155 大概赚7块 一张赚7块 好 那我知道这样讲 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feel啊 你没有feel 你没有feel 来 这样有没有 立志3张 好不好 立志买3张 这 每个人资金不一样嘛 这个买3张已经算他 很多了 好不好 每个人资金不一样 好 成本拉开了 目前市值赚3万多 他真的非常开心 才3到4天 3到4天 你看 非常开心 老师太神了 再还有没有立志的 有啊 你看 7成资金 几月几号 11月15号 7成资金买立志 老师几块买 老师几块买 我说148 不要超过150 然后呢 老师有挂到147 你没有开心 7成资金对他来讲是3张 那涨起来对他来讲就很多了 所以每个人资金不一样 好7成资金 11月17号星期五 我说你继续再买试价 同一个人 继续再买 全押了 现在已经全押了 好全押之后你看一下 目前市值赚3万多 刚忙碗看到就是爽 谢谢老师重押布局 谢谢老师重押布局 3 4天老师真的太神了 之后 都交给你操作 之后都交给你操作了 老师你太神了 哎呀没有 今天 今天你不敢买 我买给你看 今天 有没有 买点励志啊试价啦 试价有没有 今天买进 来今天买到5张 今天买到5张多少钱 来这个 他买了5张试价 今天呢买到5张他 来看一下5张多少钱 151 10张 总共买了10张 今天全部都赚钱了 所以再次证明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现在行情大好 我奉劝各位啊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他是空碑界 什么意思 你不要白白错过现在的大好行情 行情不是每天都有 一定要把握现在的机会 上一波把握机会把握的最好是谁 还是我 13天48跟涨停板 一堆股票涨幅超过50%以上 那我知道这一波大家很担心 大盘已经涨了1200点以上了 没有关系 我告诉大家 你跟着我进场 我都是从底部开始带你重压布局 安泰克是这样 艾普是这样 智邦是这样 对吧 你看智邦是不是持续上涨 再来呢 艾普是这样 金利科更是这样 已经波段大涨85%了 所以再次证明我们 从底部进场 真的不赢也难 百万赢家计划真的不是梦 我们已经很多会员 慢慢都已经达到了百万赢家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大好行情的机会 跟着我们一起重压布局 下一档底部起涨的好股票 想要跟上我们脚步 直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旁边的lik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无论是好股还是菜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表股 我是何吉鼎 超过二十年的投资经验 翻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 分享并加我的like at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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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